欸 吃肉嗎? 你吃肉嗎? 這句話 是台灣人以前最喜歡掛在嘴巴上的問候句 可是 最近怎麼越來越少聽到了呢? 在城市生活中的朋友們 你們今天過得怎麼樣啊? 有沒有好好吃頓飯呢? 我是小農食堂的老闆 我叫小米 小農食堂只使用有機當季的食材製作料理 享受大自然的恩惠 讓陽光、微風、雨水 透過餐桌上的料理 成為我們每日生活的動力來源喔 噢 怎麼一個人都沒有喔 啊 現在才早上七點 小農食堂 今天依舊為大家敞開大門 來 填飽咕嚕咕嚕叫的肚子吧 最喜歡冬天窝在被窩裡了 這時 蔬果也都想窝在土裡吧 難怪冬天的蔬果比較少 卻是羹筋類植物盛產的時節 提到了食材 就不得不向大家介紹 小農食堂的好夥伴 灰藥無毒農場 食堂的食材會向灰藥的菜園購買 因為灰藥有個理念 就是為戰爭存糧 呃...我想說的其實是 自己的糧食自己種啦 原本從事空調裝潢業的灰藥 在40歲時毅然決然轉職 開始種起了有機蔬菜 原本只是想吃的健康吃的開心 但有機農業卻開啟了另一種生活方式 小小的菜園越來越大 甚至養起了雞 鴨 魚 鵝 早上起來製有新鮮的蛋 食堂裡有薄挑挑的魚 還可以用自己搭建起來的窯烘烤麵包 鎖鄰幼舍都喜歡來做客 灰藥選擇量少樣多的耕作方式 因為種類多樣 每一個季節每一週來 都可以採收到不同種類當季的蔬菜水果 這樣怎麼吃都不會膩 它的菜園就是鄰居們的食材庫 他們自由進出灰藥的菜園 打聲招呼 就自己夏天去栽菜 灰藥希望大家 歡喜就來 來就歡喜 真是太棒了 這些都是從灰藥那邊收到的食材 鬆軟的馬鈴薯 跟鮮紅飽滿的大番茄 要做什麼料理呢 決定了 今天小農食堂的招牌料理就是 瀟灑走一回披薩 首先從麵皮發酵做起 準備兩杯中斤麵粉 馬克杯或兩米杯都可以 再將麵粉加入少許的糖鹽調味 加入一小匙的酵母 酵母呢是讓麵粉長大變蓬鬆的關鍵了 把混好的麵粉整理成小山丘的形狀 從山頂上往下挖一個洞 將少許的溫開水倒入麵粉的火傷口中 沒有固定的水分比例 用你的手去感受麵粉和水分混合的過程 麵團太乾就加點水 太黏的話就再撒一些麵粉 在麵團逐漸成型之後 加入一大匙的橄欖油 提升香氣與滑順的口感 判斷麵團成型的方法是 如果麵團不黏手 可以整理成球狀的圓形就完成了 把揉好的麵團放在盆中 蓋上保鮮膜等待發酵一個小時 記得要放在溫暖的地方喔 接下來要製作Pizza的靈魂 番茄醬 將兩顆番茄以180度的高溫烘烤20分鐘 經過烘烤的番茄會出水裂開 減少水分後 番茄的味道會變得更加濃郁 接著將四五半的蒜頭切成蒜末 再將三分之一顆的洋蔥切丁 然後準備些許的九層塔和橄欖油 在熱鍋中倒入橄欖油後 加入蒜末洋蔥爆香 等待炒香炒軟之後 再將最佳米主角番茄下鍋 這時不要客氣 用盡全力壓爛番茄 需要花費十幾分鐘的時間 在大火上不斷地攪拌 讓水分蒸發後 才能做出風味濃郁的番茄醬 試吃看看 今天的番茄甜不甜酸不酸 再決定要加入多少的糖 鹽 黑胡椒或是紅酒醋調味 大家就憑自己的喜好做吧 等番茄醬成形經過調味後 最後一步才是加入切碎的九層塔 保留香草的香味唷 今天要放在披薩上的食材有 馬鈴薯 烤雞肉 跟三種口味的起司 首先要將馬鈴薯削皮 以電鍋燜蒸約15分鐘 等到裡面熟透了以後 切成指頭大小的釘狀備用 將雞肉以鹽巴蜂蜜紅辣椒粉調味 並稍微幫雞肉馬殺雞一下 淋上橄欖油後送入烤箱 以180度烘烤10分鐘 哇 加了辣椒粉的烤雞肉又甜又香 先在桌上撒些麵粉 避免麵團粘黏 再將拳頭大的麵團擀平 這不是很容易呢 可以拉扯麵團鬆開麵筋 也可以尋找擀麵棍輔助 一般我們習慣吃的圓形的披薩 但擀成長條形 比較能節省烤箱的空間 也非常有義式風味喔 放進烤箱前 在烤紙上淋些橄欖油 增加香氣 然後塗上自製的番茄醬 塗上切成丁的馬鈴薯 將切塊的雞肉放上 最後就是 Dore Miso 混搭不同口味的起司 今天除了準備了一般披薩必備 會牽起的Mozzarella乳酪 也準備了風味強烈的藍紋乳酪 以及質地較硬 能夠刨成絲的帕馬森乳酪 鋪上這麼多不同種類的乳酪後 口感會更加豐富喔 經過烤箱以180度 上下火烘烤15分鐘後 噔噔噔噔噔噔噔 Pizza就完成了 人家啊 搭配啤酒一起享用 當季限定的 瀟灑走一回披薩吧 好好的吃一頓飯 或者是吃飽而已 我們更在意的是食物的根源與歷程 選擇你吃進嘴巴裡的每一口食物 以有機的方式愛護台灣這塊土地 小弄食堂的大門會永遠為你敞開 哈囉你好 歡迎光臨